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千人狂喊求工 这是怎么回事 对 这家公司叫志雄 它是做鞋子的 像爱迪达都是它做的鞋子 志雄 志雄 这家公司没有上市 好抬的名字 对 它很抬 寄名 跟寄名似的 没错 我自選寄名 他现在是在柬埔寨盖越南社工厂 事情是这样子 就是因为他们现在没有订单 没有订单是现在所有 所有做鞋都要 你看这所有的群众 全部都是员工 数以千计的员工围着工厂 他们讲越南语 但是越南语内容是什么 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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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工作 我要工作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原本不就好 你看他们现在去包围 这么多人 对 他们去包围 他们行政大楼 工到行政大楼去了 所以状况非常的 非常的让大家觉得很心痛 怎么会这样子 而且这已经是 已经连续好几天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从五月份开始 四月 五月份 就开始停工了 没有订单 怎么有工可以做 你知道全世界都封场 好 这些在越南设厂的鞋场 为什么没有办法 让工人有工作做呢 因为他的上游没给他订单 他的上游是谁 都是这些品牌大厂 包括Nike 爱迪达 他们自己也很惨 对 我们现在看爱迪达 爱迪达这是我们说的 他的盈利跟他的 营收跟他的盈利 直接是跳水 多惨 橘色的是 是成长率 是获利率的成长率 是获利的成长率 蓝色是他的营收数字 没错 这一看不得了 整个获利是过去的 95%衰退 但是至少还有赚钱 但是 衰退95% 95% 好 我们再看Nike 那不是爱迪达 没人说是怎么回事 但是爱迪达是我们大的客户 Nike 因为Nike 我们还没看到最新一季的 我们只看到二月份 那二月份 其实状况还好 所以他盈利还算是不错的 我记得公布的时候 大家说 你还成长 然后获利还股票大涨 可是你看他最近 现在担心他的新的财报 所以股价反而是跌的 因为这次就要真的 就是他连私底工厂都关掉了 好 那我们再来看 另外一家大涨 UA是大公司 这是我们最大 台湾也代工不少 这就更惨 我们的经济 可是他更惨 UA 他是直接杀到衰退 亏损 所以他已经是负的 是 亏损 亏损75% 所以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前面的公司 都还有盈利 他是亏损 你想上游几乎都没有订单 那我们怎么有订单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三家厂商有多凄惨 好 我们的保存 富翁泰跟预期 好 我们先看 其实商量最注目的 就是保存 保存去年还有赚21亿 去年赚22亿 今年亏21亿 整个去年赚的 还是等于今天哭的 真的快要哭出来了 那订单到现在不知道 那我们也衰退了98% 对 没错 因为他上游不行 但是丰泰 因为他的是 他上游是Nike 所以Nike好一点点 虽然他还有一个年增率 但是他的利润率 都已经是负成长 所以看得出来 这些状况都等待说 赶快要不要开始运动赛事 那因为最近传出来 运动赛事好像要开始 只是增值说 到底有多少的人 可以来现场看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保存的股价 那么经过大跌洗礼 之后的保存 终于有开始 今天拉尾盘 对 终于拉尾盘了 因为据了解 美国应该开始要 开始所有的运动赛事 都要开始了 只不过是先网路直播 然后接着才考虑 有没有人 现在考虑说网路直播 利润有多少 好 不管怎么样 可能有订单 是 其实纺织业也很惨 我们来听吴东升怎么说 纺织产业受到打击非常大 大家听到的都是这个旅游业 还有旅馆业 其实纺织业受到打击 我想不雅于他们 即使第三季都 我想我们还是很保守 因为这个一般的消费要恢复 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吴东升说政府以为海啸第一排是旅游业 其实我们纺织业的景气 比旅游业还惨 全世界做的赛事都不举行了 人都禁足了都不出门了 所以疫情让春天变寒冬 客户破产砍单 台湾的纺织成一业 噩梦不知何时结束 讲到这个破产 你知道最近不是疫情 所以说的船只都速度很慢 台湾有一艘船 占了800万美金的衣服成衣 然后经过了几个月的海上漂流 终于到了美国 我很开心 我货要下 要收接了 结果一到船的时候 他接到一个讯息 他的客户叫J.Crew倒了 大客户 J.Crew是谁 你知道J.Crew就是以前欧巴马老婆 每次走在路上穿的衣服 J.Crew是谁 J.Crew就是英国公主 英国皇后们最爱穿的 那些王妃最爱穿的衣服 J.Crew在美国是大品牌 他有500个通路 就你知道这一次 倒闭了 而且账上有14.8亿美金未付款 你说怎么办 那我们一船的货该怎么办 那你一定说 那个苦主一定是大陆的 那个苦主一定是越南的 No 是台湾的 是台湾人 所以那怎么办 那紧急就要问说 有没有人要收我这批货 应该是要给J.Crew 实际品质很好 那当然你知道 这时候人家不砍价怎么行 最后你知道那800万美金 最后用多少钱卖出去吗 只卖了200万美金 真的是 真的是 打折到骨折 好了 这个事情只有这样 没有 像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年轻人最喜欢 就是GAP GAP 要嘻哈有沒有 GAP GAP上次也传出了什么 要破产要怎么样 要保护 为什么他工厂 他的那个店面全部收了 那你知道这些工厂 他们都是以欧美为主的 亚洲不是主要 你知道只要以欧美为主的 都才GAP都出事 那跟不要说 以前我们在美国 最喜欢逛的百公司 叫J.C Penney 我1992年就去逛J.C Penney J.C Penney 这个是基本上 你知道那个Shopping Mall 每个大Shopping Mall 它就已经动叫做J.C Penney 然后你进去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那边买东西很开心 每个Shopping都有 从紐泽西到 这个南部的Florida都有 所以我们不带一个人 你不会告诉我 他也倒了吧 对 差不多也要倒 都要破产 都要破产宣布了 我跟杰明是同期的 我也是常去决心的 破产宣布 那你知道J.C Penney 破产宣布 是整个Shopping Mall 都出事了 那你知道Shopping Mall 卖什么东西 就是卖皮肩 卖衣服 所以新天你看 过去每一年 至少你看 从2015赚0.46 0.46 0.60 1.52 至少你有感觉往上爬 是 过去五年都表现不错 想不到 这一次一枪 就直接 我们来看新天的股价 在乌东生说 其实他们的疫情 比旅游业还惨之后 新天的股价在今天跌了1.37% 所以回到我们的仿制物 其实仿制也是海啸第一排 只是政府 没有认为他们是海啸第一排 没错 我们来看如虹 古王如虹 对 直接第一季 第一季都衰退22.6% 没有8% 那广越直接手机 就直接亏损 亏损了 巨洋也蛮惨的 获利延真一是付的 表示他有赚钱 广越是直接亏损 那这个巨洋 巨洋是大好公司 而且上次蔡英文中华 特别去拜访他 他也跌到12.97 但是 他也衰退了12.97% 但是有时候巨洋是说 没关系我有一个声 他就是gap 对 他是gap 他也是UA 还有其实要谈一家是 如虹其实很辛苦的事情 他的上游是Lululemon 然后Lululemon 其实我每次在讲说 他是Lululemon做瑜伽服那一家 开玩笑 热到不行 我们都以为Lululemon股价 以前都是这样现行的 他的获利也是这样现行的 他的配型也是这样现行的 他基本上是一档 非常好的纯股股票 那我们想说一件事情 那疫情 就在家里做瑜伽就好了 就发现到 你想去买Lululemon 都买不到 因为店名都关了 所以Lululemon股价真的从来没有 你看到Lululemon 再看一下那个现行 Lululemon最近有反弹 但是这个彩盘讲 应该还算是一个好的股票 不过前任的大跌 跌着他眼泪流出来了 那台湾的房支股该怎么办 很辛苦 但是我要说一句话 因为最近有一个奇外的生意 叫做隔离衣 所以我这样讲 你来看一下巨洋 那经过跌下来之后 隔离衣 对 隔离衣 就是我们说的防护衣 防护衣 所以巨洋有做防护衣 对 今天虽然跌 可是你看他的这个K线图 基本上你看到没有 业绩很差 股价却涨 所以就要看你 有没有抓到一个Niche 但是特殊市场 不过大家都有心情 就是六月份天气热的时候 这个赛事都回来 那瑜伽还是要照做休闲一哈满 还有一件事情 冬天的衣服现在要下定了 因为冬天衣服比较厚 所以你要体验下 据了解 现在冬天衣服的订单状况 有猛爆性的成长 所以股价已经开始动了 所以球要开始打 舞要开始跳 职业个股有没有机会 痞疾太来呢 好 我们紧接着来看 其实不仅只是 纺织也很惨 智习也很惨 在今天谈到 包括汽车也很惨 日产去年大亏了超过 六千亿日元 老师 确实 这一波的产 延续刚刚杰宇提到的 日本有一家很有名的 专门做成衣的 我们台湾把它分成瑞纳 公司的名字你可能不知道 但是它在日本是一个上市公司 而且它是今年日本第一家上市公司 破产的 那这家公司它其实已经有 100多年的历史 而且它取这个名字还蛮有意思的 它原本不叫瑞纳 可是是在1922年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的 英国的王室去访问 就是我们很知道 不爱江山爱美的那个 溫莎公爵 因为他当时去日本 坐的那艘船就叫瑞纳 他就把它改名叫做瑞纳 可是这家公司破产以后 倒霉的其实不是日本的 是谁 是中国的公司 为什么 因为早在2010年的时候 中国的如意集团 中国很大的成衣集团就已经收购 可是没有全资收购 53%的股份 好 那我们来回到讲 这个瑞纳这家公司 在台湾这家公司名称你不知道 可是你看它的品牌 你可能就很熟悉了 来 我们来看到 因为我们讲瑞纳好像不太熟 但是你刚刚说它是百年企业 对 1922年就创业了 可是你看到它的品牌有哪些 你看到 比较有名的 好 你可以看到 从专门做这个高级西装的 这个urban 然后再来 这也是它 对 然后这个Aquastun 它原本 大家对它的了解都是 做丰衣的 英国非常有名的丰衣公司 大家对英国有名的丰衣团 第一个想到Burberi 事实上它比Burberi 历史还要更悠久 好 那等下 我们等下再来讲它的故事 那其他还有像Premory 我想这可能很多人 就比较清楚了 好 还有这个 像我们这一辈子 就很清楚的 雨伞牌 雨伞牌也是它 对 通通 其实一开始当然不是它的 可是都是在过去路续续续续 但是看到这些品牌 原来它就算计价了 而且我们现在练出来这些 在台湾都是有贵的 有尊贵的 都是有的 它过去这些年 都被它陆陆续续续收购了 可是它现在居然宣布破产了 所以这些品牌将来会 对 到底落到谁的手里 不晓得 因为至少它背后 还有一个中国的如意集团 好 我们来讲一下 Aquastun 这个牌子 它其实1851年就成立了 Aquastun 这个名字不太好念 因为它其实是拉丁文 它的原本意思叫做防水 因为它就是发明防水羊毛 它成立了五年以后 Burberry才成立 而且再过去几十年来 它其实都比Burberry更有名 因为什么 这风衣看起来好漂亮 大概是因为模特也太漂亮了 因为它其实都是英国皇室 比如说 爱德华七世国王 丘吉尔首相 财契尔夫人都是穿他们家的东西 在英国人其实很信所谓的皇家 认证这件事情 好 可是到后来Burberry开始崛起 为什么 因为查尔士王子 跟戴安娜王妃穿Burberry 这一差就差很多 刚刚我们说穿Aquastun 的是谁 亚马就是国王 亚马就是丘吉尔 亚马就是财契尔 都老扣扣 可是戴安娜王妃 以前是相对年轻优雅 所以就开始让英国人认为 Aquastun就是老黑白 对 对 就是年轻牌 所以你看这几年 Burberry就红起来了 Aquastun就不行 所以Aquastun他也想要去 拟转他的形象 所以他找谁 皮尔斯布洛斯男来代言 可是问题是 时间少了 所以后来Aquastun就破产了 就被刚刚我们说的 Rena给收购了 所以你看 好 这一副带给大家 一个小尝试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里面 右下角 有三个英国的皇室的标志 分别就是英格兰 苏格兰跟威尔斯 那其实就代表下面这三个 我们知道第一个叫 就是伊丽莎白二世 然后再就是 英格兰 苏格兰 威尔斯 就是英国的 英国有分成四个地区 所以我们要学会看 皇家标准 对 基本上你如果到英国 你对英国品牌不熟悉的话 你就看这个皇室认证 越多个代表这个品牌越好 因为他们要得到皇室认证很严格的 第一个 你来申请 一年只能申请一次 申请不是就过 皇室要连续使用五年 要真的使用五年 确定是OK的 我才给你皇室认证 而且就算有认证 效期只有五年 五年过了 重新申请 所以这两大品牌 都有这三个皇家认证 三个都有吗 他是三个都有 对 三个都有 这两个品牌 所以你要在英国 如果你对当地品牌不熟悉 你就认证皇家认证 就我们刚刚说的 越多个代表越厉害 越贵 对 通常你越贵 越认证代表越贵 对 可是 好 所以我们再回到说 日本像你看 日本过去都很风光 所以你看他刚收购 那么多我们知道的知名品牌 可是这几年很多日本企业 悄悄的被中国给收购 所以你刚刚说 其实背后是如意 对 我们刚刚说的 Rena表面上是日本的大公司 下面有那么多品牌 可是背后叫中国的如意集团 如意中国 对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那现在他倒了 对 那现在就是 看中国的如意集团 要怎么去处理 怎么去救他 对 怎么去救他 可是如意自己也自身难保 他在这一波疫情之下 他自己也很惨 所以怎么去救他 我们就要后续再看 因为他刚宣布 在15号才宣布破产 好 那我们如果再看到日本的 其他的很多的知名企业 我们一直都以为他是日本品牌 好 比如说山羊 山羊当然是日本品牌 其实他更早 2002年就被中国收购了 2018年 宁波军胜电子旗下的 KSS收购了全球第二大 气囊生产商高铁 这是做那个汽车的 对 我们讲一下高铁 这几年他因为 汽车安全气囊出事情 大家都知道 是他在2017年就破产了 好 破产以后 中国想说我捡便宜 我赶快把你收购 因为你全世界 数一数二大的 汽车安全气囊 结果没想到 他一连去的未爆弹 结果中国的这个厂商 去踩到地雷 因为他想说你破产了 我赶快趁机收购 没想到他一直到今年 还没有处理完这件事情 光今年上半年 你是说他那汽车安全气囊 一直出包 光今年又回收了一百多万个 那你说中国这个厂商去接手 不就是接到烫手山鱼吗 你没有搞清楚状况 你想说已经没事了 我赶快把你收购 尤其你这个品牌那么大 而且你全世界喊得出名号的汽车 基本上都是跟他买的 日产的动力电池业务 竟然也被收购 被远景能源收购 我们现在看到日产汽车 当然还是日本品牌 可是它里面的很重要的汽车 电池居然已经被 中国的汽车厂商给收购了 你想尤其最近我们看到日产 它很惨的 它汽车它的股价跌得很惨 因为它销路很差 可是表面上你觉得是日本公司 可是事实上 背后中国供应列 我重要的这些关键零组件 根本都是我中国厂商 你中国不就倒大煤了吗 不只是这样子 过去中国真的收购了非常多 世界知名的汽车品牌 好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些品牌都还在 只是你可能不知道 它背后的老板 其实都是中国的汽车公司 好 譬如说Bobo 寶藤是马来西亚的公司 大家可能比较不清楚 可是莲花的跑车 这个喜欢跑车 大概都很清楚 我觉得那些帅哥开莲花 如果想着这是中国做的 也没有中国做 它只是老板是中国 老板是中国 然后SPA汽车 小小的 大家都标榜说 它其实跟賓士是同场出来的 可是基本上 它50%的股权 其实也都是中国的吉利汽车 那还有这个 大家可能不知道 这个蒙同控股 它是做什么 英国很有名的Ottawa计程车 Ottawa计程车 如果到英国 有很多电视影片 都有那个黑色的计程车 就是这家公司 它就只做这个东西 蒙同控股 对 它就只做这个东西 也是变成中国人老板 对 因为英国人都觉得 它那个计程车是很特别 不像我们其他国家计程车 各式各样车 你按Ri当计程车都OK 可是如果你去过英国 就知道英国计程车 基本上都是这个 对 黑头计程车 全部都是黑头计程车 就是这家公司 就是英国蒙同控股 对 想不到背后的老板 也是老中 也被中国买下来了 好 再来还有像上汽 Lover这个牌子 其实也很大 由于它的那个修理 那变老中之后 那个厂 会不会就到中国去设厂 基本上中国聪明就在这里 会不会就在中国做 基本上它就两种策略 第一个 我品牌继续维持 我根本就不要让消费者知道 我背后其实已经是我了 第二个 我一部分的场到中国去 因为我原本还有我自己的品牌 譬如说吉利最明显的 如果今天是吉利的品牌 请问有多少人想买 不想 可是我买的这些大品牌 不是只要它的品牌 我连它的技术我就慢慢学 反正已经是我的公司的 譬如说Mobo这么大公司 大家对Mobo以前的印象就是 兼顾耐用 我就学它的那些优点 那莲花超法这么厉害 我就学 为什么你的动力系统这么好 我就慢慢学 移植到我自己原有的品牌 中国的策略就是这个样子 并购学技术 他并不会把这个厂移到 没有 中国本地去做 对 他还是维持它的销售 因为今天也没合格 对 所以说你说 你今天买了这些品牌之后 你要去注意到 大家可能更关心一个 叫做賓氏汽车 戴姆勒 他还是德国的 我必须要说明 可是特别注意到 戴姆勒的股权 其实已经被吉利收购了将近10% 然后还有谁 还有另外北汽 就是北京汽车厂也收购了5% 换句话就是15% 在中国的车厂手中了 所以大家想说 会不会有一天賓氏也变中国的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 那BMW其实也很危险了 所以搞不好过个几年 这些我们以为的德国欧洲名车 搞不好都变中国的 好 所以我们回到新闻 待观众朋友来看 那我们就终于知道 新闻为什么这么说了 我们刚开始讲的是日气 但后来我们谈到了汽车产业 包括了欧洲的汽车产业 其实很多背后 都已经是中国人了 收购日气皆包袱 一半海水一半火焰 那我们就明白了 为什么是一半海水 因为表面上是日气很风光 但其实背地里 还是有很多没办法解决的问题 所以现在很多表面风光的日气 经过了这波疫情冲洗之后 一家一家不知倒下 除了我们刚刚所谈到的纺织 谈到了汽车之外 其实这个产业也出现了极大的变革 因为传统的汽车产业慢慢在没落 电动车在兴起 所以新兴的电动车市场 取代了传统的燃油车市场 至少取代了一部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连半导体公司也全面要切入 电动车市场 所以我们看到台积电 台积电 之前我们知道台积电是做相关的3C 后来我们知道台积电要去美国 才知道想不到美国的G5 美国的国防工业 也用到了我们的台积电 现在才知道 原来台积电还做什么呢 智慧车的半导体 对 台积电 现在最重要的7奈米 他要推一个7奈米车用晶片的设计平台 在这个平台内三位一体 包括了细致材 包括了设计 还有晶圆制造 取得认证之后 车用的晶片商 透过台积电这个平台 可以供智慧车的领域 锁定了三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AI的引擎 以后引擎都是AI的 然后再过来就先进驾驶的辅助系统 再过来就自动化的驾驶 自动化就是无人驾驶了 大家会想说台积电 现在7奈米是最主要的制程 占它的营收36% 过去用在了手机AI 那现在为什么要车用的 这个高速运算的一个晶片 为什么 因为人无远利必有禁忧 补两个洞 第一个洞 我们知道 华为扩大了禁令之后 高盛最新的报告说 这个对台积电第一世纪 就开始有影响 然后一直到明年年初 影响达到高峰 甚至高盛悲观的认为 2021年明年 台积电的营收会减掉 超过1000亿 减幅大约一成 1000亿很大的洞 那智慧车半导体 能够补这1000亿的洞吗 就是慢慢的把这个洞给补起来 不可能一下子补起来 再过来 我们知道 要做这个车用半导体 比那个消费电子手机 那个档次不知道高了几集 但是为什么你还是要做 那么难你要做 我们来看一下 说到今年的这个新冠疫情的影响 现在固能的一个估计 今年智慧型手机 出货量13亿支 年减了13.7% 整个手机减掉了14.6% 减了以后 我们知道台积电的营收50%是手机 所以手机做得紧绷 天花板了 未来会下滑 人家台积电不是只有看明年 他是看未来可能是5年10年 但是车用半导体 现在占台积电营收虽然只有5% 但是未来有很大的空间 为什么 看这几个国际的大咖 都已经投入了车用半导体 台积电再不动作就来不及了 所以蔡总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大厂 也就是大家都在做 我们也不得不做了 对 我们看到恩智浦现在是第二 英飞林是第一 这些国际大厂 过去我们认为 单纯的半导体厂商 现在都切入车用半导体了 对 而且动作都是在去年 已经完成了一个部署 过去车用半导体的第一名的话 是现在排在第二的这个恩智浦 那被谁追过了 被英飞林追过了 那英飞林 因为在去年用90亿的欧元 大概台币就2900亿 哇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字 合并了美国半导体的这个赛普拉斯 那英飞林的话是在车用半导体 跟功率半导体全球的龙头 但是它有一个地方要补强 就是用赛普拉斯的WiFi 跟蓝牙的技术 未来的这个车用半导体里面 那个蓝牙无线连结的技术 是非常重要 所以强强联手 那另外一个 这个恩智浦 恩智浦 恩智浦也有动作 恩智浦也是在这个2019年 用17.6亿的美金收购了马威亚 马威亚也是在无线蓝牙 这个部分的强项 他也把它收购了 为什么 未来5G的世代搭配了这一些的 这个自动化的驾驶 或者这一些的这个智慧车 对不对 非常重要的连结的功能 再过来英特亚 这个英特亚 这个就是台积电的这个对手 他并购了这个摩比亚爱 那主要布局的是自驾车 2019年的6月 他在这个以色列就申请了一个这个自驾车的一个试验 大概今年就可以上路了 所以你看国际大厂都动作了 这些动作以后台积电脚不动作 那未来的商机就 未来的商机就流失掉了 所以大家都做我们也得做 我相信台积电的技术层次一定很快可以赶上 温晓媛 将来智慧车是主流啊 大家有没有发现 如果今年你有去看车 或者你买车的人 你会发现 今年跟前几年进步很多 电子配备越来越多 就是驾驶可以越来越笨 对 你今天可以睡觉 可是很多的概念车 到未来几年是量产的关键期 比如说我们刚刚不是讲到恩智普 恩智普的话 其实他跟有一家瑞士车厂叫Rain Speed 他其实专门在打造一些概念车 很多车的话这两年会量产 比如说我们先看一下这一台车 这是恩智普的概念车 对 这台是恩智普的概念车 2016年的时候他在CS上面亮相 这台车很特别 他后面有一个什么 无人机 所以你开这台概念车 他后面的无人机已经起飞了 有没有 他基本上帮你这台车干嘛 观察周边的地形 观察你周边 所以你开车的时候 后面跟那台小飞机 跟那台小飞机 然后你在开车的时候 那台也观察周边的情况之外 你也可以放下来 看到后面没有 变成自动驾驶 你的方向盘直接收起来 然后所有的状况 都有后面这台无人机 来帮你做监控 但是这台无人机 如果只是监控的话 太逊了 他可以干嘛 他现在拿着花 他要求婚 拿着花送下来 你这架子了 他也太体贴了吧 你只要用 你已经跟他说一下 所以这是把妹利器 没错 将来一定大卖 把妹都要卖 大家很期待对不对 不好意思 这样子可能量产 要有一段时间 我们讲比较现实的 在明年渴望量产的 就是接下来这台 拼装的概念车 所以刚刚那个送花 那个还不能 那还早 那这个比较快是不是 这个比较快 这个叫做拼装的概念车 什么意思呢 现在这两个人上车了 这台车比较看起来 外观很炫而已 他其实呢 他这个外观 他现在要开到一个地方 下车之后呢 他这个呢 这个又有点像车厢的感觉 他可以把这头直接换掉 换掉之后呢 换成其他有不同功能的车厢 放上来 这个就类似像滑板的东西 一放上去呢 他就可以用这个滑板呢 运到任何的一个地方 这个概念呢 你看他现在已经运到 其他地方了 你说滑板 什么滑板 他下面是个车厢 底盘就像是一个滑板 底盘是一个滑板 所以他有换底盘吗 他底盘没有换 他上面的货柜换了 上面的货柜 那现在呢 就会变成一个货柜 你说下面的那个底盘 就像一个滑板 就像一个滑板 然后他上面的车厢 可以不断地换 没错 没错 那他现在在换什么 换一个充电的货柜 对 有没有 他这插上去之后呢 他就开出去干嘛 如果你路上手机 有人没电有没有 他可以马上帮你抽 所以他变成说 有一种类似拼装的那种 热插的那种概念 你知道吗 那这个呢 除了这个 他可能一会儿坐电车 一会儿坐充电车 一会儿坐送货车 他现在变医院了 又变医院了 救护车 对 所以说他上面的货柜 可以随时换你想要的一个 功能跟造型 这个很厉害 这个车的话就在明年 明年就有了 就有了 所以说其实恩智谱的话 他大力的升级 他的相关的半导体的话 这个速度就越来越快了 但是除了恩智谱 我刚刚讲恩智谱 对不对 接下来的话 我们看一下英飞玲 英飞玲很聪明 现在已经是第一名了 英飞玲的话 跟福斯合作 接下来是福斯的 早期传统的40年的乡型车 他把它重新打造成 现在这个样子 复古 复古 但是又创新 它的外观 基本上它的灯 基本上都敲在里面了 现在按了这方向盘之后 马上就变成自动驾驶了 它外观很复古 前面这个是有点自动驾驶 在导航你 你的方向你要左转右转 它都可以来帮你做完成 它周边就有一个雷达 你周边有什么任何情况的话 它也可以让一个摄影机 都可以帮你完成 任何侦测的动作 所以基本上就是无人驾驶 其实就是自降 对 就是无人驾驶 我想越来越聪明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讲说这两台的话 明年都会两台 开车可以渡孤睡觉 讲面东就到 我们刚刚看都是明年才会亮相 我们看一下 今年就有可能看到的 今年就可以买到 我们在去年的CS展上 Sony展出第一台智慧车 这一台车上面有很多的功能 都在那时候亮相 我们看一下 它这台智慧车多厉害 它是跟Intel合作 它跟Intel合作 对 那很多的功能的话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这台车的外观好了 基本上外观没有跟太大一个关系 但是你看它的内装 基本上全萤幕 有没有 一标版就是一条萤幕 那一条萤幕上面 可以显示很多的功能 比如说你要听音乐 你要看电影 你要这时候跟人家做办事情 基本上你照在车舱上面的话 还有360度的环绕音响 还有有任何的 比如说你还可以直接跟人家通话 但是我说了这么多功能 其实这些功能 你在Sony的家电上面 都看得到 所以Sony它有一个 所以就是说 Sony和Intel合作的 这一辆智慧车 你在车上是不用开车的 不然你才能看电影 通电话 当然 可是重点是什么 Sony这台车说我没买 它的目的是什么 你说我这里面所有的功能 全部要分享给所有其他的车商 你只要跟我合作 我就把这些功能分给你 所以我说 今年很多功能 都可以在各大车厂上面看得到 好热闹 那我们回来看各国的股价 智慧车是未来的新兴趋势 连我们台积电也切入这块领域 对 其实台湾很多的公司 也切入了车用半导体 我们来介绍 第一个当然是莲花科 莲花科是短距离的毫米波雷台 最主要是在自动的停车 还有侦测我们视线的一个盲区 哪地方有盲区 看不通清楚 那里有什么东西 突然有一只猫跑出来 对 所以莲花科 当然这个还不是它的 现在已经说的重点 但是未来有前展性 那这个 有梦 那另外一个 这个公司就很厉害 这个瑞浴 瑞浴 因为我们以后的车的网路 是用以太网路的晶片 现在是用线路 所以以后用了以太网路的晶片的话 那个车子的重量就会比较轻 没有那些线路的 那瑞浴的话 是这个领域全球的龙头 真的是台湾之光 就做以太网路晶片 全世界它几乎是最厉害的 所以以后未来智慧车 广泛的应用的时候 这个瑞浴可能股价就不可限量 那今年股价也表现得很好 而且今年寒息11块 再过来一家伟权店 伟权店有智慧的那个镜头 我现在讲的都已经上 产品都出来 都已经在生产 都交给了这个车商 那智慧镜头 比如我们的车 偏离那个车道 还有那个有移动的那个物体 比如猫狗的时候 它都可以侦测 那伟权店是因为第一季的财报 不如一起 但今年还是有一个不错的配息 最近也都没有涨到 股价也相对的比较便宜 那台积电帮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台积电7nm 也要做车用智慧 对 但是今天外资还是卖多 因为外资担心今天晚上 川普的这个计算 到底又要讲什么 对啊 会不会又来报复 什么什么一大堆 跟中欧打来打去的 所以今天最主要你看 光台现叠 对 就卖2万张怎么可能涨 所以他还要一点时间 所以台积电 现在仍然受到新华为精灵的干扰 我们回来看到大盘呢 大盘一样 假如川普雷胜大一点小 只是把那个中国的官员资产 什么冻结 撤销签证 那个还好 但是假如去提高中国的那个 什么进口关税 把那个事情给绕大的话 台股可能就会跌 因为今天外资就不放心 外资今天卖了110亿 其实台股今天只有跌2点已经不错了 所以完全起劫 今天晚上川普政策是什么 今天晚上川普到底会出什么招 来惩治香港问题呢 所以我们回来看 港版国安法只有一票反对 到底反对的人是谁 在今天大家都在猜猜猜 而这一次的港版国安法的过关 让香港再度出现逃难潮 而且这一波的逃难潮 竟然比97那一波还多 可见香港人非常担心 对 这一次在北京的这个 港版国安法 虽然是在掌声跟欢呼声众通过的 但是有一张反对票 那个是演的嘛 大家都在演啊 对 但是是谁吃了熊青豹子 胆敢投反对票 结果香港媒体当中 就锁定了一个人 就香港的人大代表 他叫田北辰 那么但田北辰马上否认 他一直否认 到今天下午还在否认 那么但为什么会提到他 点名 点到他呢 那他是 田北辰是这样子的 他是香港的人大代表 他其实是香港的 也是富商之一 他田家一直号称说 是江南的四大家族 但他就少住香港的这种 又是商人又是富豪当中 很爱从政的 所以他也选过立委 现在也担任这个人大代表 那么但是他有一个 比较特别的地方 我想是跟台湾比较熟悉的是 他的这个经营的服装品牌 也就是他的公司之一 就是G2000 所以假如G2000 其实我今天穿的这个 我这个也是G2000的衣服 所以你今天为了要讲田北辰 特别穿了他的衣服 因为这是我20年前的时候 跑去香港买的G2000的衣服 目前全世界有700多家的分店 在全世界 在台湾也有很多家的分店 所以其实是经营得非常好 不过田北辰受到瞩目的 不只他很懂的经营 还有他很想从政派来选举 那么大概是在十多年前 他已经50多岁了 当时香港电台 有一个实境节目 我对他有印象 就是那个实境节目 对 因为当时邀请了一些富二代 就香港有名的有钱人 有老有少 他当时已经50多岁了 只有他就是三天两夜 他就当了清洁工 他真正的去体会 香港基层的弱势的生活 他住在这个一坪的 大小的这个轮屋里头 每天工作一整天 就大概只有50块港币的收入 所以那个节目是 专门找一些有钱人 来体会一下穷人的生活 对 他当然他第一 他在这个拍摄过程 他第一天的时候 他就已经大呼受不了 而且他感受到说 哇塞 他才50港币 可是他每天 一天给他50港币吗 他光是搭那个地铁 就要花13块港币 然后他买一个三明治 就千万全花掉了 所以建筑训 对田北辰的冲击很大 所以之后他参加这个活动之后 除了他的G2讨论 原来是一些年轻人的基金会之后 他也开启了许多的慈善基层基金会 他很关注这个基层弱势的人权 比如说他一直要求说 香港的地铁票价太贵 要为贫穷人着想 所以也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态度 所以在想说他会不会就是那个 投反对票要维护香港的人 因为他过过穷人的生活知道 那个一张票对穷人而言 也是很贵的 他一天50块 你刚刚说公共票就吃掉了13 13块港币了 他去过过穷人的生活之后 是不是因此体会到基层老百姓的心声 而在这一次投下反对票 我们不知道 不过他的企业在这一波疫情 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他受到很厉害 而且其实从反送中开始 在当时的六七月份开始 几乎每个月都是两成三成以上的下跌 那么一路跌下来 结果接下来又是疫情 所以像是在旺角 就是香港最热闹的地方 他原来有五间G2T的店 后来都陆续收掉 只剩下两间 那么现在都有可能在疫情之后 有没有可能只剩下一间 你作为这么指标性的品牌 可以说就很惨 那么记者问他怎么办 他就说 他用香港的广东话就说 我这看不到 我也不知道名字 他不知道怎么办 他就是很绝望的样子 香港话那句话怎么讲 这个我不要 我香港话讲不好 免得做错误的示范 所以到底是不是田北辰 我们不知道 到底另一票 真的是反对票 还是say的 也就是说 假装也有人反对 不要全票通过 做得那么假 所以我们不知道 到底是不是样版的反对票 还是真的反对票 到底是不是田北辰 现在还是个谜 但我们回来谈香港问题 因为港版国安法过关之后 全球高度关注 关注的是 到底川普会出什么招 在今天晚上要高开气球会 他可能会提出 他对香港问题的 诚治方案 但可以预见的是 香港的金融地位 香港的特殊关税地位 很有可能被取消 这在我们昨天讨论过 对 昨天我们也谈到 是不是有可能 中国会弃港 以上海来取代香港 昨天上次说不太可能 我觉得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那用深圳来取代香港 有没有可能 如果深圳的话 可能就有点可能 我想其实特别在深圳 跟香港这个地位 在这几年当中 深圳不断地崛起 而且在深圳的这个基础 建设它可以说是 除了一方面是邓小平 他当时开启改革开放 可以说是威权抵制下的 一个经济奇迹 那么一直到现在 其实也是习近平 治理当中的 投注很大的重点 那不得不说 其实在反送中之后 其实整个对深圳的建设 也有大幅度的改动 比如说它主要的部分 把一些原来的住宅计划 大步地提前 它的概念是这样子 它希望能够创造 对于中国友好的香港青年 未来可以居住在深圳 然后也可以工作在深圳 所以某方面 也稀释掉香港的 一点独特性 再加上不得不说 现在除了这种金融货币的 自由之外 深圳的部分 它确实在高科技 另外一个 我们刚刚谈到了 很多的部分的企业的 总部都设在深圳 而且全球很瞩目的 独角兽 独角兽 全中国独角兽 几乎都是在深圳 集结资金 在那个地方发展 这是很指标性的 我记得上次 刚才上节目的时候 曾经跟我谈过 因为之前您帮过李嘉诚 所以你专门 在帮他找一些 值得投资的独角兽 当时你就说 你动不动 就要去深圳找公司 对 而且其实深圳 主要一方面到深圳里头 可以看很多很多 全中国很新的 实验性的项目 而且其实深圳的休闲生活 真的很不错 我大概每个礼拜六日 都到深圳去 游山玩水 书店 很多文青的书店 所以你到底是去工作 还是游山玩水 我这个意思是说 深圳的生活机能 包括它的工作 包括它的前景发展 觉得很大 也许短期内 仍然无法取代香港的地位 但深圳不断在 稀释香港的重要性 就像上之歌所说的 这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回来看香港问题 在今天晚上 川普要召开记者会 外界在观察 川普到底会 针对香港 寄出什么样的动作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又会对中国 寄出什么样的动作 现在已经传出 川普今天晚上的记者会 很可能会宣布 对中国什么事呢 三千名共军背景的中国留学生 要驱逐出境 理由是中国学生很可能 在我们美国当间谍 其实就是不再给签证的意思 那这个我觉得应该确定 这个应该是确定 但是到底怎么 处理香港问题 怎么处理华为问题 包括中国问题 可能还有很多 还要再看他怎么解释 中国那个国防部直属的 解放军直属的那个大学 我们就不谈了 他有所谓国防妻子 国防妻子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还有西北工业大学 我记得哈尔滨大学 是不是这次还被列入黑名单 不是 7家都是 33家 这7家都是 这7家通通都有 这是33家企业 学校被列入黑名单 是哈工大 没有错 那个是33家企业被抵制的部分 也包括研究机构 主要是怎样 比如说我随便举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殲15的总工程师 就是这个学校出车 殲15 殲15 我再举例 比如说西北工业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轰6K的总工程师 就是西北工业大学 我们蛮熟的 因为常常来绕一绕 对 所以我就举例 那因为美国最近发生 发现一个现象 像你刚刚讲到波斯顿 对不对 波斯顿就有哈佛大学 波斯顿大学 都发现有拿中国政府的钱 然后隐匿的现象 隐匿什么 隐匿和军方的背景吗 他要在美国做研究 他都要有资金来源 那他要跟美国的学生 要抢那个美国的单位补助 比较不容易 他就用他原来的关系 去中国寻求补助 那有很多就跟中国政府 甚至军方发生关系 那美国最近就有好几个学校 都有人被解聘 或者被驱逐 我刚刚讲波斯顿大学对不对 哈佛UCLA也有 还有比如说伊利诺理工学院 IT也有 堪萨斯大学也有 所以美国就开始 事实上从去年就开始 就开始严格了 比如说 就发生过这两个案子传出来 说上海有一个申请到哥大 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系的 还有一个人在北京 已经申请到 宾州大学环境工程系的 他去interview 结果面试官就问他什么 你知道吗 我说请你对贸易战 做个评价好不好 我是来念书的 我对贸易战没有 你就是这样回答 当然是这样回答 不要涉入政治 拒签 因为不老实 不诚实 不是不老实 我真的就是没意见 你怎么会没有意见 我请你做个评价 我骂中国也不是 我骂老美也不是 你就是 对 可是美国面试官 就是要刁难你 结果这两个人面试都没过 事实上这个广义 都是理工科跟医学 这种如果是文法 他大概不管你 因为文法的到美国 刚好被和平统战 对不对 可是你如果是理工科 医学院 你到美国大概是要 拿人家的技术 所以他就越来越严 所以我们台湾赚到 我们台湾最近理工科跟医学院 很多人都拿到 美国很好学校的录取 因为这个名额空出来 就有机会了 确实中国学生在美国 被抓到间谍的事件 蛮多的 对 这是芝加哥论坛报里面揭露出来 那这个人他的名字 他叫做技超群 那其实他就是普通的大学生 然后成绩不错 深引到学校去美国 看起来无害 对 看起来无害 去美国念书 那他一去美国的时候 被这个中国的这个 在美国的情报人员看到 这个年轻人有能力 很厉害 就把他吸收了 那吸收的方式很简单 我就给你学费 我给你生活费 那这些学生可能需要 好 西方的人 大有来头 是江苏安全厅副处长 他叫徐元均 他本身也是个间谍 那个事情本来没事 那他们双方 他有密切的通讯 那为什么这件事情 背后呢 因为这个徐元均 跑去比利时去 侦探讯息的时候 被逮到了 然后就是他的这个资料里面 找出来 他跟技超群的这个通话 非常的密切 所以是从他源头 再去抓到他 他就是因为抓到了这个徐元均 才发现到他抓到 就原来他在美国有这个 有这个细胞 那据超群他念 就刚才老师讲的 就是念伊伊諾理工学院 那因为伊伊諾理工学院 他认识很多这些 所谓的科学家 然后当时这个徐元均 他就多了一份资料 这个题目叫什么 这个题目叫做 八套期中考题 期中考题 八套 这不伤嘛 对不起 而且像考古题 这期中考题 是八个科学家的名字 其中有七个 是美国国防部的包商 这里面有中国籍 也有台湾籍 他就接触他取得资料 资料完再丢出去 而且不止如此 因为他的成绩非常斐然 就是他的作业 所以中国就觉得 要继续深造他 就叫他继续去当美国兵 你知道当美国兵 一年之后 你就可以申请美国的公民 他还去当美国兵 对 他当美国兵 想要期待拿到 这个所谓的公民的权利 然后重点是这样 他们是双广齐下 一方面是让你去当军人 看能不能得到公民 另外一部分 其实美国 中国是很密切的 这样的一个工作 他们在加州 设了一家公司叫Find Dream 然后另外一家公司 叫做Sino Contact 这两家公司 其实是空客公司 可是他养了2600个学生 都是中国籍的 帮他们给他们工作签证 让他们申请公民 这抓出来一缸子 而且你知道 当Sino Contact被逮到的时候 还号称是加州雇员第七大的 你就知道他过去用 所以他是一个空客公司 对 雇用了多少的 中国籍的学员 给他这个工作证 让他去拿到工作 好了 这个事情 被逮到的时候 才知道原来 他们其实已经拿到 一堆国防部的机密了 其实你说 这件事情有很特别吗 没有 早在1952年 其实中国就做这个事情了 当时有一个叫米乔生 是一个很中国年轻的女子 因为他在芝加哥工作 想念父母亲 就坐船 你知道1952年 那时候状况不是很好 他的船就被击沉 就是因为凯难什么关系 就沉没了 他们就搜寻尸体 就发现到 这个女生的尸体很特别 因为从他身上 拿到了一个东西是什么 他是有美国身份的 所以那时候他们当时的 中国的情报投资 要李克农 他说这个是基不可思 他就从里面找到一个 跟他蛮像的 然后同时英文也不错 了解美国的一个中国人 替他他的身份 通过香港转进到美国 你知道吗 借尸还魂 是的 而且在纽约工作了13年 他可以大量的吸收资源 那这个事情后来 被美国的中情局发现 他们把这个人锁定 他们还替这个女生 取了一个名字 叫做百合花瓣